我问一下 大家羊扛了之后都完全恢复了吗 这都快两个月了 我动一动就还是会糊涂跟喘 我看我那些武士的小伙伴 他们早就去哐哐打铁了 今天依然是我们的低脂素食 每一个的营养成分表都会贴在视频里 大家可以自己取舌 网友让我测的白云豆 这个最近炒的好像蛮火的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吃吧 这么大呀 那它豆子都这么大 豆芽得多大 好平淡的一颗豆啊 倒是非常的烂 我觉得这个吃着有一点像不甜的豌豆黄 这里面应该是有加一点点带糖 一丝丝的甜味 不难吃 也没好吃到哪去 也觉得这个白云豆的一生 就是都蛮平淡的 接下来又来吃肉肉了 这次还是鸡腥肉 但换了一个品牌 预娼的 还是先尝二两吧 噢 登登 它的纤维感会比那个U型要弱一点 相对来说嫩一点点 但它的汁水没有U型的多 那样成分表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跟那个对比在这里 我个人觉得都有点柴的情况下 还是那个水更多好吃一点 接下来又到了欧包 这次是碧翠圆的全麦欧包 我都打开看看吧 黑麦奶酪味 全麦原味 红丝绒紫薯 杂粮紫米 还挺漂亮的 这个黑麦奶酪的好软和呀 很蓬松 这么多奶酪 这个挺好吃的 里边的奶酪还挺香的 麦芬的面包稍微有一点点干 但是加上这个奶酪之后 整个的口感就还不错 这个全麦原味的 啥也没有的 这又很原始的 我仿佛都看到了麦子的生长过程 这个是紫米包 里边紫米馅也不是很甜 它是紫米挺香的 麦香味很浓 然后紫米香也很浓 红丝绒紫薯 紫薯泥有点偏甜了 这堆里边还是这个黑麦奶酪的最好吃 相比起来我好像更喜欢吃那个贝果 因为那个比较更 能量也比上次的贝果高一些 之后呢是豆浆粉 上次那个袋装豆浆 有的小伙伴不是觉得有点贵吗 这个就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它这个素绒呢是不到两块钱一包 配料还是蛮干净的 就是东北大豆 这个是东北黑豆 这是我这是你 它送了我一个杯 我们来冲一下吧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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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它这个玩意儿好像是可以冷水冲 我试一下哈 有可能翻车 哎可以 凉个水也不会结块 它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你自己在家打豆浆的那个味道 但是会相对来说细腻一些 但是还是有一些轻微的颗粒感 微微黏糊的感觉 再试试黑的吧 这个为什么有点结块 难道不能它开的水 黑豆也还可以 它是比大豆更沉稳一点的味道 以前我完全接受不了不加糖的豆浆 每次喝豆浆都要加两勺糖 对10多斤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吃饱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我爱你哦 健康一生情 跟着10个 跑步去北京